接下来,美国私营的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星期一说,中国军方所属的网络部队在低调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,似乎开始利用不同的技术再度发起了网络攻击。有关详情,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。 今年2月被多家美国主要媒体曝光后,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613-98网络部队的黑客一度停止了网络攻击活动,并从被侵入公司的系统内删除了间谍工具。 星期一,总部设在美国维吉亚州的私营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说,这支黑客部队过去几周来再度活跃起来。 过去几个星期,我们注意到他们活跃起来了,他们使用了部分曾经使用过的设备,但是比以前要少,看起来他们正在更新设备,所以说他们来自位于中国的一套新的电脑设备,经由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电脑系统试图掩盖攻击的源头。他们这次攻击的目标,包括部分新的公司。 今年3月,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曾经呼吁中国采取切实行动,停止网络盗窃活动,而中国则一直否认美方的指责,称自己也是网络黑客袭击的受害者。 纽约时报在刊载有关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后,发现其在华员工电脑系统遭到清晰,纽约时报当时是曼蒂昂特的客户。 该公司追踪结果发现,黑客袭击源头为中国军方的一支网络部队。 该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,这支解放军部队就是位于上海一栋12层高的神秘大楼内的613-98部队。 曼蒂昂特的安全专家将613-98部队称为ATP-1,并相信它听命于中国军方最高层级的指挥。 贝特立刻警告说,这支黑客部队的攻击目标很广泛,不但数量众多,而且涵盖大约20个产业。 他还警告说,除非立即采取行动,否则各行各业都无法避免黑客窃取其敏感数据。 美联社报道说,美国的情报机构据信也掌握类似或者更为详细的黑客攻击信息,但此类信息属高度机密。 而曼蒂昂特作为一家私营公司,不受这样的限制。 不过,此次曼蒂昂特没有透露遭到清晰的有哪些公司。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。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ISA